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新手學頻道的時間 最近和我的小朋友拿了一張兒童身份證 很快就會拿到, 幾分鐘而已 究竟為何可以這麼快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會做這個網上申請 連結會在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在連結上網上 接著, 按入預約, 按進去 接著, 按入聲明, 按進去 接著, 按開始, 按開始就可以了 接著, 來到這一欄, 申請類別, 選擇首次登記 後面, 寫年滿11歲的申請 申請數目是1 接著, 進入個人資料 接著, 進入身份證號碼 接著, 打小朋友的身份證號碼 接著, 下面, 打入他的入期 以及, 打入年份 接著, 按下, 查詢代碼 接著, 打入自己喜歡的密碼 可以打入自己方便的密碼 接著, 下面, 驗證碼 接著, 根據他給你的驗證碼 接著, 再打回驗證碼就可以了 接著, 按回計算 接著, 會出現這裏的地址 我住身矮區的, 我就選擇火炭 選擇那個日期那裏 選擇星期六, 五號 其實, 最重要的是, 選擇最早的時間 上午九點 選擇上午九點 接著, 這邊, 需要E-mail提醒 如果需要的, 可以打回E-mail 如果不需要的, 按回不需要就可以了 接著, 按回計算 接著, 就會出現確認 按回這些招齊的, 就可以按回確定 按完確定之後, 接著, 會入一些申請資料 按回開始這個位置 接著,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接著, 就按回申請人的資料 按進去 進去之後, 這裡就入回小朋友的資料 接著, 再入回爸爸媽媽的資料就可以了 好了, 等到拿剩一日了 那麼早來到, 現在幾早呢? 8點半左右 現在, 沒什麼人排隊的 變成, 我們都在這裡等 早一點點, 沒問題的 因為, 早後遲 因為, 我們就要拿第一個丑 看看, 能否拿到 好 真的拿到第一個丑 1號丑 9點01分派 變成, 我們拿了1號丑 就方便很多了 可以直接去到陸區那裡 第一個會先幫助小朋友 基本上都是, 個人資料在網上 已經填滿了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填滿了 最重要的是, 幫小朋友拿紙毛和拍照 拿完紙毛和拍照之後 就會等主任再審核資料 沒問題的時間, 就會出了一張臨時身分證給小朋友 大約兩星期左右 就會出出身分證 我一個個案, 就做了幾久 其實做紙毛和拍照大約5分鐘左右 看到主任也是 審核資料, 大約5分鐘左右 連合約10分鐘左右 整個過程都完結了 如果你早点来,拿到一毫丑,变相就会好些了 多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请订阅我 给个like我,介绍给朋友 还有在下面留言,拜拜